今天要來介紹一把夏天一定會用到的傘 因為太熱然後又容易下雨 然後你就會很想要遮陽對不對 可是這把傘有什麼特別的呢 我們先瞄一下 先瞄一下它的長相是不是有點不一樣 今天是要來介紹的是來自毛狗狗粗的一把 它名字很長叫做 日本設計可愛貓咪笑臉 玉水變色防曬輕量自拍晴雨傘 超級長這樣子 但是你聽到這些關鍵字應該可以聽得到幾個 重點 第一個它玉水會變色 它有貓咪會變笑臉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它就是晴雨傘 就是有一些傘是那種只是讓你抗曬太陽的 不一定是可以當雨傘用的 再來就是自拍這件事情 因為啊現在很多人大家喜歡拍照嘛 然後都會帶一根那個自拍神器 那又放傘又放水壺 又放自拍神器你的包包實在是背不完對不對 所以這把傘算是蠻有創意的一種結合方式 就把你的這個地方變成了自拍神器這樣子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把傘大概多重好不好 因為放在包包裡面就是 我們會斤斤計較一下它的重量 274克 它有附一個傘套 就是萬一你雨傘弄濕的話 就是可以先把它收進傘套在放進包包裡面 那它的黑膠就是像這樣子 我們打開看一下 它現在都還沒遇到水 所以我們的貓咪 我今天拿到的這把是紫色的 然後它還有那個另外一個顏色就是藍綠色這樣 然後我的這把紫色現在貓咪因為還沒遇到水 所以就是白白的這樣 白白的樣子 那裡面是黑膠 然後跟那個玻璃纖維 我們先來試試看這把傘 就是把它當成自拍神器的這個部分 那你會看到它的這個三餅 就是下面這個把手的地方 然後這裡有一個白色的塑膠 比較像軟塑膠的橡膠片 然後它有一個扣環 然後這時候我們稍微把它拉開 它有兩結式 兩個扣點把它拉開 然後這時候呢 就可以把你的手機給放進來 這裡就有一個凹槽 然後把它放進來之後 找到適當的點 把它扣起來 因為它有點彈性 就是有點像那種矽膠的那種彈性 所以你扣住之後 就是還OK 如果說你的那個大小允許的話 是可以稍微扣緊一點點 然後就可以 這樣子 那因為它在直立的話 這個橡膠 矽膠的地方 是有摩擦力的 所以它不會直接掉下去 是有摩擦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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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可以了 扣力的 大概就是有摩擦力的 就不可以了 整體的感覺 會不會很狂的 這麼做 我會不會多了 好,都有摩擦力的 你可看 可以去哪裡 早上 比賽 還不為了 兩個 可看 我就可以 那會不會這麼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